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12月7号的关天下新闻 我是李一帆 我们的新闻除了在频道中播出 也会在YouTube以及Facebook关天下粉丝页进行直播 观众朋友你也可以加入萤幕画面 右下角的QR Code来观看关天下新闻 农历年前是转职旺季 新北市政府劳工局为了协助求职转职民众 以及社会新鲜人顺利进入职场 在12月份连续举办三场中行的征裁活动 预计使出4000个以上的正职以及打工名额 新北市政府就位服务处每年年底都会举办中行征裁活动 劳工局副局长表示 以往新北市中行征裁活动一年约举办50场以上 而在今年12月份就有三场 希望有需求的民众可以多多来参与 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 因应我们这个年前的一个转职场 所以我们12月份劳工局办了很多场的一个中行征裁活动 像12月1号 那接着还有在12月9号 我们在这个三重的综合体育馆 那这个是一个中行的 所以我们邀请了30家的厂商来设摊 那大概提供了1300多个职切 目前就业市场景气不错 又是年前的转职潮 像是物流以及科技业都很热门 有兴趣的民众可以多往这方面找做准备 另外新北市共有24个就业服务站台 民众也可以就近前往利用 那我们也有24个就业服务站或是台 那平常我们市民朋友也可以多加利用 因为这个都是有 我们不只是我们在这个站台里面 有救援同仁在服务以外 其实我们在这个就业服务站台 我们大概每个月也会不定期的办理 单一的正裁活动 所以直接很多 那我们欢迎我们市民朋友 多利用这样一个平台去找工作 就业服务中心后续将于12月9号以及15号 上午在三重以及新庄地区举办中行的就业博览会 欢迎有兴趣的求职民众们踊跃前往参加 就算是什么刀